文化部主办的第三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 今天举行颁奖典礼 两位国保议师金句皇后戴启霞 还有七艺大师王清霜纷纷获奖 至于获得古迹修护保存奖的得主之一 台北保安宫今天没有出席婉聚领奖 已经96岁的金句皇后戴启霞 今年得到第三届文字奖终身成就奖 她神采意义在台上致辞时说 她从七岁开始唱戏唱到现在 唱戏是她的第二生命 她还要继续唱下去 同样也高龄93岁的七艺大师王清霜 获得保存传承类的奖项 她不只在七艺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也将记忆传承三代 文字奖也表扬在古迹保存维护有特殊贡献的台北张老厂 卢州李宅从事水下考古的中年院院士张震华 曾得新唐跟嘉义县新港奉天宫 还有台北保安宫 不过台北保安宫婉聚秀奖 让文化部长龙立台感到遗憾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全世界可以给我奖 但是到最后我自己的村落给我的奖 我觉得是我最珍贵的 保安宫董事长廖武智 呼吁政府应该要建立专业的古迹修复团队 而不是只由专家协助发包 得奖的卢州李宅 谈起修复的历程也是满腹心酸史 李立群也说 当初舍弃了数十亿的土地利益 坚持保留李宅古迹 面对现在许多历史建物存货费的争议 他认为维护文化资产比任何金钱都还重要 记者陈淑君刘翰林台北报道 晚安洞